独栋和连排并不稀奇 双拼你见过没有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双拼连排 相比连排常见的三到四套成一栋楼的建筑设计 双拼的好处是每栋建筑只有两套房子 意味着每一套都是编户降低了密度 就可以给院子分配更多的空间 也可以确保每一套都有好的采光和视野 这套是Juniper的一号 有两房两位1120尺左右 70个就可以拿下 而且包含了所有的装修升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上下两层的设计是比三层更好 因为少了爬楼梯的痛苦 上下两层每层都有卧室和独立的卫生间 从居住的角度来说 考虑到了家庭成员中需要的独立性 两房1120尺的设计 称不上是大房子 但该有的肯定一样也不少 走的就是一个精致路线 Model Home的风格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作用 既然房子不大 装修上就要运用简单的色彩和层次 来打造空间感 我问过很多搬来Rentormission Vio后的居民 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就是环境和学区 走出家门就是绿树成荫 山岚起伏 低密度的社区 在寸土寸进的加州 又谁不喜欢呢 拥有全美前五的教育资源 享受家门口的十分满分高中 对于美国家庭的父母来说 教育也是重点 整个Juniper这个社区呢 它一共有四个户型 从两房两位 一直到三房2.5位 面积大小在1120尺到1558尺左右 价格的范围呢 是在70个到90个左右 今天我们讲了一号弧形 我们下一期会讲四号弧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成 ode